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直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NBA总裁亚当肖华在董事会结束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肖华透露,过去一年,NBA的年收入首次突破了100亿美元 而篮球相关收入也同样高达89亿美元,均创造了历史新档 肖华表示自己都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过去两年有多难 很多人应该都心有体会,各大连赛收入都锐减 还出现了欠薪的情况,NBA却逆势上涨 他们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创造了新高 肖华表示,这个数字在一定程度上让他感到了惊讶 因为他超出了预期,感谢勇士,感谢库里巴 根据总决赛转播商ABC等的统计 今年总决赛的收视率相比去年增长了22% 切比赛日当晚据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另外,总决赛的收视份额达到了20% 是近5年的最高数据 有一些球迷认为现在的NBA没有以前的好看了 都是在投三分球,却少对抗 说这些话的,应该都是一些看球有年份的老球迷了 在老球迷的眼里,现在的NBA不好看了 收视率会暴跌,NBA收入会锐减 但现实恰好相反,NBA收视率增长了 NBA收入还创造了新高 球迷们很喜欢看勇士的比赛 喜欢看库里打球 前凯尔特人民宿,现NBA著名评论员帕金斯表示 胡人上赛季仅排名西部第11 季后赛的比赛里没有詹姆斯,收视率会很差 帕金斯认为詹姆斯是联盟的门面 现在的球迷都只想要看詹姆斯 帕金斯就像一些老球迷一样 想当然了 据统计,今年NBA总决赛的收视率 是2020年的1.5倍 2020年胡人与热火打总决赛 今年勇士与凯尔特人打总决赛 上赛季,勇士总收入超过7亿美元 创造NBA历史,勇士的球票权联盟最高 总决赛勇士主场的比赛 球票最便宜的都要800美元 最贵80879美元 库里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不亚于詹姆斯 勇士的受欢迎程度更胜胡人 在球队市值排行榜上 勇士56亿排名第二 仅次于尼克斯的58亿 已经超越了胡人的55亿 拉科布2010年花了4.5亿美元买下勇士 仅12年,勇士市值就升至56亿美元 勇士市值为什么能够飙升 库里是头号功臣 在库里的带领下 勇士八年四冠,坚立了王朝 因为成绩好,勇士吸引了很多球迷 库里更是吸粉无数 根据数据统计 勇士今年的总决赛以及冠军游行在 NBA社交网络创造了20亿的视频播放量 在此创造了历史 比2021年增加了19% 比2020年增加了45% 在20亿播放中 与库里相关的视频播放量为3.57亿 占比17.85% 库里和勇士帮NBA赚钱 授予的是所有人 今年休赛期 NBA一下子诞生了4位6000万先生 过亿的合同满天费 很多球迷都感叹NBA球员赚的太多了 需要指出的是 NBA球员的合同是与工资帽挂钩的 NBA赚的越多 工资帽就会越大 球员们能赚那么多 是因为工资帽在变大 工资帽之所以变大 是因为NBA赚的更多了 有球迷说 小华在毁了NBA 现在看来 并非如此 小华成为NBA总裁前 NBA每年的工资帽涨幅是很小的 小华成为NBA总裁后 除了2020年 其余的每一年工资帽都在大幅度增长 小华不仅没有毁掉NBA 它还让NBA更赚钱了 当然 NBA近十年的发展是离不开勇士和库里的 然后 胡人这边 别看胡人在自由球员市场上 一口气牵下了五明星员 如今当球迷们谈论起胡人的时候 问题的焦点依旧会集中在微少的身上 不管胡人是和欧文频频联系在一起 还是他们被爆出有意得到像希尔德 麦尔斯特纳还是埃里克戈登这样的球员 毫无疑问 胡人的核心筹码都是他们的后卫微少 没有人会喜欢被笼罩在这种流言当中 即便微少不说 他也肯定不希望自己处在流言的正中心 这逐渐让微少失去自我 心态崩溃 被包围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 微少似乎感觉到自己呼吸都是错误的 他肯定受不了这样的情况 想要尽早脱离 为此 微少做出了一个足以影响他未来职业生涯的决定 早些时候 根据NBA记者OJ的报道 和微少合作了有14年知景的经纪人萨德福车透露 微少已经决定和他分道扬镳 根据OJ的补充报道 福车表示他和微少之间存在着不可被调节的分歧 这个分歧就是微少到底是否应该留在胡人再打一年 福车的观点是微少应该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而微少本人很排斥这种看法 他想要离开胡人 由于胡人新帅哈姆已经多次公开承诺了微少在胡人的首发地位 并且他会支持微少 再加上胡人交易送走微少必须增加未来选秀全座位筹码 同时微少的下家还有可能会买多微少 福车认为留在胡人是微少最好的选择 离开只会降低他的价值 很可惜 微少并不这么认为 他的想法就是尽快逃离洛杉矶 为此 微少决定和福车分道扬镳 双方的合作年限定格在了14年 如此看来 詹姆斯在推动欧文加盟胡人 边相就是推动微少离开 而微少也和詹姆斯产生了隔阂 他自己也无心留下 胡人管理层如果再没有作为 那下赛季胡人就算是提前要宣告失败了 其实经纪人建议微少留在胡人 其大概意思为 你是不是傻 这新主帅都公开支持你了 你还走个灯儿 留下来拿4700万部箱吗 至于微少这边 确实想走了 毕竟从贵贵的角度看世界 在胡人打球太窝呢 去年刚来洛杉矶那活 胡人人均表示 微少做自己就好 我们是你最坚硬的后盾 然而一个赛季打完 微少才回顾未来 并对媒体大声呵斥胡人 总说让我做自己 伯特娘的哪里做自己了 进入休赛期 球队炒掉沃格尔 长安心帅哈姆 这小哥的特点是嘴甜 会说话 但哪怕嘴再甜 再会说话 总势必不开核心问题 是的 众所周知 微少也除了不会防守 不会投篮 持球大和打法 与詹姆斯有所冲突 其他方面都还挺好的 但话又说回来 除了这些 胡人还有啥要他做的 你看 绕来绕去 微少还是做不了自己 更何况 在胡人打球 不光是能不能做自己的问题 关键一日三回 稳定被球迷朋友开会 很多朋友啊 参加微少会 比自己吃饭都勤 时不时还到微少家人 社交媒体上口图分放 有道是出来混的 我不及家人 你骂我我忍了 你叫我做事也算了 但倒连家人都被过急 少爷可是真忍不了了 倒不如一走了之 就在来往和胡人 关于欧文的交易 陷入僵局的情况下 马斯加入了 根据此前报道 篮网愿意送走欧文 但他们无意接手微少的合同 他们不希望增加奢侈税 如果胡人能够找到 第三方球队 可以接手微少的合同 帮助篮网把薪资 降低到奢侈税限以下 那篮网会很乐意 进入深度的交易谈判 促成三方交易大成 如今 马斯成了破局的那支球队 根据NBA记者埃利斯的报道 多个消息员透露 马斯愿意成为 胡人篮网交易的第三方 他们愿意组成欧文 加盟胡人这笔交易 同时接手微少的合同 作为回报 马斯需要胡人给出一个 未来不守保护的首轮选秀权 根据埃利斯的补充报道 随着艾顿签约的达成 消息人士透露 马斯想要送走 普尔特尔和理查德森 如今普尔特尔的交易行情 正在上涨 是马斯出手的绝佳机会 同时他们也能腾出 4000万的薪资空间 去赤下其他球队不想要的大合同 并且得到未来首轮选秀权作为回报 马斯目前在寻求 把普尔特尔和理查德森 放入和胡人篮网的三方交易当中 并且寻求更多的选秀权作为回报 基本上 胡人篮网马斯的三方交易已经成型了 三支球队都能各取所需 篮网在内部心态分裂的情况下 他们不愿意缴纳奢侈税 除了欧文 交易的关键就在于 乔汉的合同能否被处理掉 胡人就很简单了 用微少大上一个首轮加上一个次轮能够换回欧文 在不损失天赋的情况下处理掉微少的合同 这就是胡人的诉求 而马斯看中了胡人的2027或者2029年选秀权 2027年詹姆斯都43岁了 能为目前的状态也是逐年下滑 如果胡人的首轮不设置保护 马斯看好他们的首轮质量会非常高 此外 马斯有足够的空间 他们被爆出如果得到微少 可能会用延伸条款买断他 马斯并不需要承担奢侈税 接下来 胡人和詹姆斯就需要耐心等待了 因为欧文的交易被认为会在杜兰特的 交易完成之后才会被正式放进讨论当中 蓝王对于杜兰特的要价问题 还在和其他球队进行博弈当中 随着米切尔加入到交易市场当中 如今的NBA交易市场非常开放紧混乱 关于这些球星的换队交易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胡人的框架已经有了 他们静静等待就好了